我是Fashion Boy 我不会飞 可是我很会先 今天 我要将来把chip chip的衣和裤 变成很hype的潮屋 让我们不用dive broke to look rich 像我之前讲的 潮流是六给有钱人玩的 我们就负责引领潮流 正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既然我们今天要做潮牌 这样我们就要research潮牌 讲到hype 就少不了off-white 这个品牌 它的潮牌莫过于它的斜线条纹 箭头 还有安全带 这一切一切都是取之于建筑工地的设备 如果你不幸的话 你可以到地盘工那边打工一天 说不定你明天就会想要开一个streetwarebrand了 除此之外 当然还有他们的主理人 Virgin Adler最爱的回行针 文件夹 讲到文件夹 当然少不了我们龙哥的那个文具店卖399的文件夹 最后还有这个五金电马来绑货 溜狗的铁链 你想了想不到它将会成为LV宝宝的一部分 你那么搬来的话一定已经发现到 他们几乎都是出现在我们日餐生活中 毫不起眼的东西来的 是不是顿时觉得 你妈咪来上衣服用的那个gap 分分钟都会是下一个trend来的 没错 时尚就是要融入生活 就好像这条凉扯 宽一寸长无扯 能伸能坐 不只是可以凉衣 还可以凉你弟弟 不是 我是想可以凉弟 只要你懂得给予它新生命 它分分钟就是下一个hype来的 最重要的是它本身 就已经有着时尚界最宠爱的黑黄配色 配什么都会变statement的 就好像这些MMM Studio的hoodie 买回来的时候真的很便宜的 首先你要先把它宽衣解带 因为它的洞有点太小 所以你需要把它撑到它 然后你需要用扣针 扣住那条在裁缝店卖两块钱的两侧 这边要跟你们讲一讲 选两侧就好像选半里这样 要选这种耐刹的 不是 我是讲很flexible这样 拿一折又可以 拿一抹又可以 拿一插又可以 接下来就要把这条两侧 插进这个洞 慢慢来要有节奏 不能心急的 心急一定会坏了好事的 你只要左手抓着头 右手推三下 左手拉一拉 就这样差不多28次就搞定了 单单只是换了一条袋 是不够看的 因为人家一看得那么struck的设计 一定想知道是哪里买的 所以你就要把你的招牌放在外面 要放哪里 放在你袖子那里 通常大牌子都是不安排你的 如果你认为这样子已经很足够 就证明你还是一个菜鸟 你还look吧 你真的以为龙哥的那个文件夹卖你100美金 真的是因为他能夹文件 错啦 是detailing detailing就是branding branding才是可以让你真正空钱的原因 所以你就要在这个平凡都不能再平凡的 这个两尺上面夹一点你的个性就对了的 废呦 原本卖163块的帽提 顿时就变了165块 不是 是变了561块 像不像是一件会出现在offright里面的一个hoodie 有衣服没有裤子 就感觉怪怪的 那感觉就好像豆浆少了油条 吃韩国餐少了kimchi 喝雪茶少了雪 现在你就需要那条粗的两者 虽然讲我们要做一个系列的东西 我们要同一个元素 但是我们也可以有一点变化的 那它same same but different 那正所谓慈母手中线 油脂身上衣 超人完整线 恐高分要去装逼 那为了节目拍摄的效率 我决定再次出动UHUGLU 如果你一直有收看这样穿就对了 你一定会认得这条是H&M的西装裤 那最近我就把它剪短了 绝对不是因为我肥了 纯粹是因为当时买的时候就买销了 穿起来很卡叫 所以我就拿去修 但是还是很卡叫 谁叫我脚大了 我选它的原因绝对不是因为 上次我去多比装 别忘记洗衣服 所以没有裤子可以DIY 是因为我看中它这旁边两条V本 因为它可以让我们更加增添层次感的 只要把这个两者放在裤子的两边 就很statement了的 但是这样子还不够话题性的 你可以把剩下的两者黏在最显眼的地方 你只要放这边 男生看了就会自卑 女生看了恐高不会想雾飞飞的 不是 我是讲你整个人走起路来会很威 通常大牌子都是不安排你的 对哦 你看一件平民无期的西装裤 瞬间就变了一条 充满两者的短裤 一般来说 品牌他们出一个系列 一定会出一个配件来捞钱的 不是 我是讲一些Entry Level的产品 让买不起的人 不是不是不是 只让抢不到的人 搭上这个末班车 是很贴心的 所以我决定做个琐事权 实用的来 又可以当掉事 你这样白来一定懂 你需要一个琐事权 然后拿出一个大条的两者 用那个你一点都不陌生的油护骨 把它们紧紧相连 用油护骨的时候要小心 因为它的化学成分非常的高 而且它是很烫的 千万就不要让它碰到你的皮肤 不然你会烧到操打的 那时你就听呜呼呜呼那边叫求救的 这个节目之所以叫18禁实验师 就是因为它非常的危险 儿童不一 所以你看 我们才会全副武装 在那边做DIY 就像我刚刚讲过的 这个两者配锁时圈 如果不加上一点个性卡 就是一个加了两者的锁时圈 所以你就要加上你的 Branding来的 废呦 只剪了它四个字 心觉变成会出现在 Office专柜的产品 是不是 结论是 时尚就是要融入生活 这个年代的人其实不是那么大胆的 大家纯粹就是爱追求新鲜感 反正到最后他们都是要上上IG 装装B刷下存在感罢了 A wise man once said You don't have to waste time to create something totally new All you have to do is to make something new 简单来讲有时候东西 就是less is small 不用想的那么复杂的 一点点小巧思 就可以为一个东西 注入新生命了的 所以只要你够狂 一把两者 也可以当时尚帝王 就好像这个video 在2017年尾 我们已经拍过一个了的 只是那时候我很追求说 要怎么样可以做一个 持久性的东西 不要再用UHU glue glue干什么之类的 结果这样一拖拖的整年 到最后我还是会UHU glue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分享两次看个吧 吃看人爱上我一次 也要记得Like我的Page Follow我的Instagram 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记得打个小铃铛吧 我们下集见 Bye Bye